我是因为长得表里表气的 所以人家就是会觉得我那个什么不好啊什么的 但是其实跟我接触以后就都会爱上我的 孟姐愚蠢但确实美丽 看过孟子依节目的朋友们估计都会这么说吧 虽然她本人要做一个本本分分的小美女 但说实话 有时候搞笑女是并不知道自己搞笑的 弟弟姐姐有手爱流行 我是特意往你这边跑的 对对 哦是吗 他发现脸上被挡住了 他就扑人家裤子 丑丑王和弟一脸差异的表情 原来游戏还能这么玩吗 但这还不算什么 从巴黎排到法国这样的话 我只能说孟姐你咋想的 巴黎排到了法国 节目效果在此刻达到了跌峰 孟子依全程高盟的表现 可能连她自己都反应不过来吧 所以有句话说得好 绿茶是对孟子依最大的误解 因为她不是茶 就是有点不聪明 现在有些理解 孟子依经纪人的嘱咐了 上节目提前告知 精强勇敢 不要作 注意说话这方面 已经提了不止一次了 毕竟谁也想不到 这姑娘这么时尚 人也可以爱两次宝贝 怎么让人真能爱两次 你吃过回头好吗 吃得好 跟样 我人也好到六次 王和弟一词消息人 两个人凑不出800个心眼 而孟子依是有800个心眼 但全是空心的 回答问题 嘴永远比脑子快一步 大家好 我是孟子依 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里 我觉得非常开心 你看孟子依没来吗 没来吗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 你干嘛 跟别人对话也是 你永远无法理解孟子依的脑回路 方春军问他有没有吃过黄皮 他说他听过黄皮子粉 黄皮还没熟 你吃过黄皮吗 没有 但我听过黄皮子粉 哇 瞬间降温了这里 上节目当个NPC 潘岸人员在他身上了解案情 而我们孟姐 却陷入了自己的盛世美颜 这猝不及防的卡顿 真的笑死人了 你的辛苦钱 你是怎么得到的 因为我们 因为直播 对 因为我还 小美 小美看着我们 不要老看后面的天空 碰上王和地 就更透了 两个小雪鸡的吵架 玩游戏一定要争个输赢 气得弟弟直接用喇叭录音 明明两个人唱歌都一般 跟着钢琴师练习时 也要对一对 最主要的是 孟子一没唱好 还愿人家钢琴师没太好 孟姐 你不要太荒谬 之后在听到 徐志胜唱歌时 孟子一前脚说 自己唱歌难听 后面听到人家唱歌 不禁皱起眉头 真的是认真差在唱吗 还是不是会发胆 贝贝贝贝贝贝 关键他们也是一个赶交 一个赶学 唱的没有一个是在调上的 不得不爱 不得不爱 对对对 一直这么唱 而转头再看看 孟子一和他妈妈的互动 来自东北人的真诚劝告 跟经纪人一样 都是嘱咐孟子一 注意说话的 因为没人 比亲妈更了解女儿了 你说话吧 别直说 经过点大脑 别唬了巴结 你啥都说 那我跟人家接触 不就是应该让人知道 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吗 我说的 我指的是说话方面 别瞎说话 别瞎说话 我尽量 别尽量 必须的 那脑子干啥的 不就是用的吗 甚至在节目上 孟子一妈妈 还当众拆女儿的台 听到女儿说身体不好的时候 当众反驳 我可没听说过 她身体某方面不好 是吧 我们来都是妈妈行 听到女儿说 跟自己相处 像朋友时 更是直言直语 一都是满相 那是因为你不尊重我吧 没有 别害我了 爸爸 看到这儿 我想孟子一的性格 也是找到根源了 铁定是遗传的妈妈 这母女间的互动 也太搞笑了 观众都觉得我不太聪明的样子 看了这个节目 你们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随格